把狗长期拴起来会怎样 现在一些家庭为了防止狗狗闯祸 弄乱加厉 会选择将狗狗拴着饲养 将狗狗长期拴着会导致狗狗以下问题 一狗狗性格变得急躁不安 希望得到人类的抚摸和同伴一起的玩耍 二狗狗的脾气越来越凶 因为长期独居对于人类的靠近会有强烈的防备 三长期被拴的狗狗都不到奔跑 运动量大大减少 发育没有散养的狗狗好 科学的饲养方式应该是散养 若主人害怕狗狗的破坏力 强可以选择小体型犬 或者在狗狗幼年时进行管教和训练